针对没有扩散的前列线癌的处理 我说传统来说其实就有手术 就是说将整个前列线切除 或者电疗 就是将整个前列线 就是用电疗的方法去处理了 其实它两个都有一些共同相似的副作用 例如小便失禁 就是说病人不能够去饮尿 有时候泪尿 这个是有可能发生 但不是每个病人都会发生 如果你说手术来说 即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经验 大概有8、90%的病人 长期手术之后 都可以有一个完全的康复 不需要用很多的护栈 去处理失禁的问题 但有10、20%的病人 可能全手术都需要用这个护栈 你说严重失禁 可能大概有5%左右 可能每次花贤 你甚至很多要用很快的护栈来处理 通常做完手術 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减低风险 例如我们希望病人会做一个叫盆腔训练 就是说我们将盆腔肌肉定期有收缩放松的连接 希望它可以慢慢练到疗控的控制 其实电疗都有类似的风险 以及可以用盆腔的训练来做这些预防 性功能障碍都是手術和电疗有机会做到的辅助能力 我们其实有时候因为控制癌症 我们有时真的要牺牲了神经线才可以完全截出去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就是意料之内我们一定没有了一个性功能 但是如果有时候就算我们真的保留到神经线 因为无论手术也好电疗也好 都很难非常精确完全保留到性功能 我们大概说有40%至50%的病人 可能做完手术或者电疗都有性功能障碍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这两个都很类似的副作用 如果你说其他的副作用就是可能癌症犯法 或者癌症不清有残余的癌症 这个无论手术和电疗都有机会 那好在乎原本的癌症的大小和它的风险是多高 那么癌症的副作用就分几样东西 如果我们说做手术前后的副作用呢 就像我所说有少少病人因为他做完有些肿胀 所以排尿是有些困难的 那我们看回研究的数据呢 其实大概有八成的病人 做完之后就没什么觉得太大问题 有少部分反而觉得小变好了的 因为他因为热力的缘故有些细胞是杀死了 那那个前线可能体积是缩小了 所以对小变的阻塞是少了 不过有十几百分之的病人就觉得 做完小变之后小变可能是困难多了 或者是小变密了都有 那所以整体的数据是这样 那其余你说就是比较严重 不过很罕有的风险就是可能他在那个肛门里有损伤 因为始终我们放了一个仪器进去 那但是这个风险就非常之低 那你说小变感染也有 不过也是比较低的风险来的 那如果你说嗨呼呢 他比传统治疗来说 那个失禁和性功能的副像是会少一点的 那我们看回其他欧美的数据 大概有3%的病人 因为做完嗨呼是会有失禁的情况 那看回我们中文学 其实去年开始有这个嗨呼的治疗 暂时就没有病人有失禁的情况 那所以在控尿来说 嗨呼的效果是比较好一点 性功能障碍就真的好在乎病人的年纪 那你说出面的数据 大概有6-7成的病人做完之后 那个性功能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那在我们的经验 譬如上年到现在 大概有6-7成的病人 是跟手术前的性功能不是说有特别大的分别 但是都有30-40%的病人做完 觉得那个性功能障碍之前是差了一点 那这个就是性功能方面的风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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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